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29日 星期二 這節繼續John Connor 跟大家說香港的新聞 就是因為 目前香港的情況 香港的媒體遭受打壓 我們盡量 時事評論的時候 可能我會選多些 香港的新聞去做 填補香港現在的空間 當然了 只說香港的時事分析不夠 所以我們就是招聘了人手 嘗試跟大家說香港的新聞 這個也還不夠 如果要頂 不要說頂住了 要 有一點 這個 立場和蘋果 的能力的話 最低限度也是要有專業的記者 再加上專業的編輯 再做 非常 非常 update 的香港新聞 才能夠符合到 所以我們就是 要想辦法擴大 媒體的工作 雖然很久之前也有想過要擴大 但是實際上 始終好像沒有一個很必要的空間去做 所以我們主要 就是把本台這個媒體集中 做時事分析和評論的方面 如果不是香港出現 硬用國安法把蘋果日報 以及所有其他媒體滅聲 我們就未必會選擇做這個 文字媒體 因為我們也覺得這個 再做文字媒體其實是一個比較 舊世代的做法 但是現在所以就有一個關鍵性的改變 我們不可以在文宣上面 輸給這個中國共產黨 香港已經夠多紅媒 現在索性就要洗橫手 對付不了你 索性就要出籤 硬硬要禁止你們的帳戶 這個就是中共 你跟中共 講信用 講遊戲規則 講仁義道德 講每一樣東西 你一定是會吃太大虧的 坦白說 你能夠對付惡魔的方法 真的不是太多 或者你能夠對付希特拉的方法 真的不是太多 連邱吉爾也要講 Against Hitler 為了對抗希特拉 我願意跟這個魔鬼同行 有時這個是一個很無奈的選擇 這節要講的是香港政府 繼續針對着 離境的問題 最新的訊息就是 南華早報 南華早報就是藍媒 雖然以我所知 部分記者就不是藍色 但是 情況跟香港01也是一樣 香港01以我所知 有很多記者就不是 不是 藍絲 但是你裏面的 編輯 總編 老總 各方面和老闆 全部都是紅底的時候 基本上這些也不可以當是旺媒 這個是很無奈 沒辦法 但是這個是事實 正如香港警察也有白警 在裏面 不代表你不是黑警的組織 整個組織依然是黑警組織 藍媒 爆料 原來這個香港按摩署 香港國安公署 大家都很久不記得這個花名了 話說 應該不是按摩署 應該是邪骨署 按摩可以是正 可以是邪 香港 香港的國安公署就一定是邪骨 所以這個叫邪骨公署 爆料就說這個邪骨公署其實就已經有一個清晰的名單 知道哪些人就是預備 外途的時候就會在機場 立即拘捕 當中也說到這個名單其實遠遠就是 不止50人 包括了最少 有50個獲得了擔保的人 假如他們一離境 就會立即 用國安法把他們拘捕 裏面也說到一旦他們離境的時候 就會在入境處 遭受執法人員 把他們截查 然後會把他們即時押戒 這個訊息很明顯 這個時候拿出來 就是繼續要恐嚇 那些預備在機場搭飛機 離開去英國的朋友 這個就是幾宗新聞 所以是結合一起看 全部都是香港政府的政策 香港政府選擇7-1的時候 就把 英國 的航班全部不准飛來香港 啟動什麼熔斷機制 其實也是為了配合這件事 所以大家也不會忘記 一直就是藍絲和香港政府 就是 在暢淡離開香港 所以再說一次 那個不是移民 這個是一個戰術和戰略 是因為 將人 拿走 就不會成為港共政府 中共的人質 另一方面 將技術和資金帶走 在另一個地方形成 黃色經濟圈 甚至乎其他力量 用來跟他對抗 所以他當然就不想你 將一分一毫帶走 其實打一下AOE 打一下 不同的遊戲 你也知道 人口對於一個玩家來說 那個就是他的生產力 你看大陸 中國大陸 你就知道 所有的 人民 全部都是他的生產力 是他的奴隸 是他必要時用來割韭菜的韭菜 所以其實對於香港 港共來說 香港人和香港人的資金 全部就是用來這樣用的 原本在港英時代 在回歸之前 再到梁振英土共上台之前 原本 收割香港人作為韭菜的那些就是地產商 香港每一樣東西就是想你們由出生 去到死 都是一生拼搏 就是為了供滿那層樓 而那層樓 唯一能夠在香港做發展商的 你數給我聽 有多少個 換句話說 原本把香港人的利益收割的就是香港的商家和地產商 這件事已經說過了 在共產黨的眼中 絕對不容許這個存在 香港其實 由港英年代 再到回歸之後 一路就是有土共活動 他們一直希望 就是 北京會介入香港的事務 簡單來說 他們想把共產黨的手插入香港 使得他們 可以在為所欲為 這件事來到習近平的年代 正式發生了 以往胡溫年代以及江澤民年代 絕對不會沾手香港的事 因為他們眼中 仍然在遵守中英聯合聲明 但是對於現在的貿易 習包子 習翠翠 習翠翠來說 所有的事情對他們來說都事如無物 這個真的是小學生治國 所以一下子就令到一大群土共 一大群 軍佬 現在就忽然之間成為了當權者 與此同時又見到一大堆藍煤 在寫文章 離開了香港之後 就會成為二等公民 怕後代又不會聽中文 然後引述了老人家的說法 又說死也要死在中國大陸 或者死在香港 你會看到他們寫了這些不倫不類的文章 在這些時候 每一樣東西都是針對著現在香港 那個逃亡 因為香港的逃亡 間接就是令到他們 在他們治下的範圍 說得難聽一點 用難聽一點就不要介意了 其實當大家是生口 因為農莊裏面 你們那些動物要逃離 他們制止不了你 只能夠不斷寫這些文章 不斷說旁邊的農莊有疫情 不讓你過去 除了這些文章之外 他們也不敢做到 像以往的中共 鎖國 不讓你離開 這些文章 寫了一大堆垃圾文章 說怕後代不懂得聽中文 不懂得聽中文 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坦白說 這個邏輯是錯的 如果現在 離開香港的人 是說數以十萬計 全部 會在英國 正如我們現在在黑池的情況 絕大部分我們現在在黑池的人 現在 90%的時間都在說中文 如果你連這樣都沒有信心 令你的下一代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之下 會不會聽中文 或者不會聽廣東話 問題就在你們自己身上 不是你 留不留在香港的問題 你留在香港 你也不會說廣東話的啦 現在他們上學 講普通話的 你細心想一下這些文章 講的東西 其實是不知所謂的 我留在香港 我怕他們不會說廣東話 另一件事 怕那些小朋友 將來就會跟外國人通婚 不娶回華人 其實 為甚麼一定要跟華人結婚呢 我很想問這個問題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 華洋共處的地方 其實是不知所謂的 回歸之前 港英殖民地再去到回歸之後 其實也是一樣的 這個又是 這個又是一大堆民族主義邏輯來的 中國共產黨最喜歡 令大家誤會的一件事 又是這個大中華血統問題 本身這件事 就是一個偷換概念 如果你那麼反對 有西方的東西 那麼英文也不要說了 香港本來就是 華洋共處的地方 絕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有英文名 為甚麼你不索性把這件事都刪除呢 實際上這種做法正正就是香港人 的特色來的嘛 這個就是香港的文化來的 香港的文化就是有很多人可能會嫁給鬼佬 很多人會娶鬼妹 這是本來香港的情況來的 不嫁給鬼佬 難道是嫁給大陸佬 你跟我說 真的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們的節目其實是有內地的聽眾 但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絕大部分 來自內地去到香港 都是 哈哈爸爸 做盡就是財大氣粗 做盡就是 統治者的心態的人 這件事一直都令香港人覺得很討厭 還有第三個最可怕的概念 這個就是中共 以及一直操控 因為他們一直在操控中國歷史 以及中國文化 兩樣東西 他們都是經過 細心的文宣 筆桿子 就是扭曲過的 第三個 大家都會聽過這個字眼 嚇死而鄉 怎麽為之異鄉呢 當你認同那個地方 那個是你的國家 你認同他的文化 你真的 不是去過外國 你不會感受到 其實 西方世界 尤其是歐洲這些地方 那種社會的開放性 那種包容性 絕對就不是香港人 在來到之前可以想像到 其實說得白一點 香港人 就是本身是充滿著歧視的 充滿著種族歧視 而這個 在歐洲的社會 例如英國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大的禁忌 整篇垃圾文章話風一轉 就跟大家說這個BNO5加1 最後講了一大論 叫大家 不要移民啦 不要賣樓 你去英國旅遊一下就行 但是如果你要過去那裏長住 就有很多 其他種種的問題 上述所說的 整篇文章 真的 可以用垃圾到沒有人有來形容 所以再講一次 香港政府 跟港共政府 中共就是想繼續 圈養著香港人 當成大家是生口 繼續被他們打劫 你 交的每一分 每一毫 就算你沒有交稅 其實你也在交間接稅 這個也說了很多次 香港繼續在做 高地價政策 你的租金 其實就已經在交間接稅 因為香港是高地價的地方 實際上 不是直接向你收稅 但實際上就是間接向你收緊的 每一個留在那裏的人 你留在那裏 無論是租樓 買樓 也好 你也是在貢獻給他 也是在被他打劫 所以幾樣東西加起來 一起看 你就知道現在香港政府多不想 香港人離開香港 我們今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拜拜